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年的11月新加坡政府已经废除了377A的规条 我们教会有特别的预备这个手册 我们在后面也是要很多 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充实自己 能够对这些疑问或者问题方面 我们能够给一个很好的解释 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 我们不要做一个无知的人 我们要多多的学习 明白上帝的心意 上周分享的题目就是婚姻的神圣性 可能在我们当中有好多老前辈说 罗牧师我是过来人 为什么你还讲这个 可是我们要明白 我们不单单是为了我们本身 我们是要为了我们的后一代 为了我们的儿女 为了我们的孙儿女 因为他们在看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例子 我们发现有很多年轻人 他们不想结婚 他说我要自由 我不要受到婚姻的业数 我和这位姐妹接受的说 他们已经谈恋爱了有四年了 这一回有回来可是还是说不要结婚 当然做父母的会很担心 对吗 所以还有另外一方面 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是单身的 是我们是没有结婚的 可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无论你有结婚还是没有结婚 在我们当中是神的心意要我们有家庭 我们也明白到在我们当中有一些 可能我们的另外一半已经不在我们当中了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还是能够继续走下去 因着主在陪伴着我们 阿们 所以在上周和大家分享的 婚姻的神圣性 我们就有很清楚的知道 婚姻在神的旨意当中是一男一女 一夫一妻 一心一意 一生一世 你们听不到 让我重复一下 婚姻是一男一女 一夫一妻 一心一意 一生一世 如果你的妻子 现在在你旁边的话 这是我跟你所立的事 不是结同 是盟月 所以昨天我在草语崇拜会里也分享到 我们如何的来经营我们的婚姻 题目就是要尊重和尊敬你的配偶 今天我们也继续的来分享 你我那些有家庭有结婚的 我们如何的来经营我们的婚姻 按照圣经的教导 就是夫妻呢 要彼此的顺服 那我感谢主在这边有很多老师 当我发音不准的时候呢 他们就跟我讲 罗牧师不是彼此 彼此 彼此 B不是P 谢谢老师们 所以今天主要的经节是以福所述的第五章 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经节会比较长 以福所述的第五章 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我们会分三段的来读 我们没有这个荧幕 但我们要听了 那第一段呢 就是以福所述的第五章 二十一到二十四节 神的话也说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的顺服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教会怎么样的顺服基督 妻子呢 也要怎么样的侍奉呢 丈夫 我这个 当我读到这个妻子的时候 就给我想到我去海南岛 他们的海南岛 他们的海南音很强 我听的不是妻子 我听到是狮子 狮子 来 我们再看二十五到二十八节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要用水祭做道 把教会洗劫 成为圣洁的 可以献给自己 做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天无皱纹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 没有瑕疵的 丈夫的也当照样的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生子 爱妻子的 也是爱自己的 当妻子的应该说 Amen 最后一段 二十九到三十三节 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生子 总是保养顾系 正像基督的 拜教会一样 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为了这个缘故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是极大的奥秘 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 然而你们个人都要当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一样 妻子也当尊重了他的丈夫 让我们大家低头 我们要祷告 爱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祢 是祢的大爱 吸引我们来到祢的施恩 作前 我们要向祢献上感谢和赞美 祢在我们的 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祢的时候 求祢使我们分别为圣 与祢同在 在短短的时刻 主祢来抓住我们 对祢的关注 对祢的坏听 祢必开窍我们的心灵和眼睛 使我们明白祢恩典的奇妙 主啊 我们将感恩的心向祢献上 一切交托在主的大能手中 荣耀归于创造我们的神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神的百姓说 Amen 所以通过了这一段经节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 有以下的三点 哪三点呢 第一点就是顺服的定义 二就是妻子的责任 第三就是丈夫的责任 我再重复一下 今天的三个要点是什么呢 这三个要点就是顺服的定义 妻子的责任和丈夫的责任 首先我们来看顺服的定义 美满的婚姻需要彼此的服饰而不是单方面的 我记得在上个礼拜我和大家有讲说 一个美满的婚姻是需要算方面的付出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带着错的观点 我们认为说 我这一段婚姻 我的配偶能够给我什么 所以如果是单方面的话 你会发觉到 这个婚姻会有很多很多问题的产生 因为我们人是自私的 很多时候我们就想自己好 希望我们的配偶能够服侍我们 希望我们的配偶能够供应给我们一切的需要 我们要明白 我们的感情的银行 我们的感情是有限的 我们都需要皮脂的来浇灌 皮脂的来辅助 所以婚姻中顺服的服招是相付的 而不是记忆性别 我们大家都明白 尤其是在我们华人社会 我们都认为说 这个奉剑的思想 就是说把姐妹或者把女人看为是 她们只是听我们讲 可是我们感谢主了 现在我们在新加坡 我们教育都是平等的 对吗 发现到有很多女强人 有一些甚至我们看到一些婚姻 有一些太太比先生赚钱还要多 那到底先生要听妻子的话呢 还是妻子听先生的话 如果如属临的眼光 如属丝的眼光来看 若讲这个本领的话呢 当然我们就说 看哪一个比较强 可是今天我们要从上帝的话语来看 顺服是基督徒生活和荣耀上帝的健康的 关系的基础 然而顺服的概念被很多人误解和拘解 包括了好心的基督徒 对吗 我们发现到有一些先生他们是基督徒 你是太太 你要听我的 我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 我说的这句话 没有人能够反对的 有吗 我们都知道有这样的家庭 可是圣经的教导 我们的关系应该是以谦卑 爱和尊重为特征 这些是顺服的标志 问题是谁都信徒强调顺服 是对某一些人的要求 而对其他的人却不然 对吗 有些人认为说 你应该听我的 我是做主管的 你要听我的话 那我们就把顺服解释为顺从 而不是牺牲 不是爱和信任 圣经没有要求妻子 妇从丈夫或丈夫 妇从妻子 他呼吁 丈夫和妻子 要彼此信任和相爱 以至于他们能够残劫一起的为一体 而圣经的话是要求 双方都要顺服彼此 大家说双方 对了 以敬畏基督 所以在以福手术的第五章二十一节 每当我们在读这个境节的时候 我们要读上文 也是要读下文 很多时候我们发觉到 好多的基督徒他们是断经取义 什么是断经取义呢 他们只挑选那些 经节对他们有益处的 对他们有优势的 他们才要 我记得有一个基督徒他们说 那些不好的经节 我把它剪掉 我只是要那些对我有帮助的 我才把它存放 存收 不不不 如果你注意的看 在以福手术的第五章的二十二节 之前的二十一节 他怎么说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 以此的顺服 这个字 这两个字呢 敬畏是很重要 我们今早要考虑到经文中 出现的很多问题是 趋向于第二十二节的开始 而不是第二十一节的开始 第二十二节说 你们要顺服 可是之前呢 不单单只是单看这两个字 顺服 我们要说呢 用当存敬畏 大家说说敬畏 对了 敬畏谁呢 就是敬畏基督 保罗对丈夫和其子说 要因敬畏基督 彼此的顺服 而顺服交易的 大部分的问题是什么呢 有关于我们错误的 把这个理解 婚姻的关系 是权力争斗的有关 对吗 我们要发觉到有一些家庭 每天吵吵闹闹 丈夫和妻子一直都在争吵 也因着这个缘由 让我们发觉到 有一些孩子说 爸爸妈妈 我不要结婚 我看到你们都看到 很腻了 对吗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如何的来去经营 我们的家庭是很重要 我们尤其是那些 我们孩子在年幼的时候 父母所说的每一句话 给我们的孩子们 就带来很大 很大的影响力 对吗 所以有一些家庭说 谁说了算 是丈夫呢 还是妻子 可是今天早上 我要告诉大家 不是先生说了就算 不是说太太说了就算 我要告诉大家 答案不是 因为是如果一个真正 敬畏主的家庭 耶稣是在掌管这个家庭 耶稣是主管 阿们吗 祂是做最好的决定 祂是我们家庭的首领 祂要成为每一个婚姻的领导者 就像祂是在教会的领袖一样 所以如果你张旦的麻木地说 顺服 那即使丈夫虐待的行为 也是合理的吗 合理不合理 不合理 对了 在任何婚姻当中 对配偶的身体 或精神的虐待 都是不可以接受的 更不用说基督教的婚姻 这种顺服有自然的局限性 但要考虑到经节的最后一端 就是如同的顺服主 上帝当然不希望基督徒的妻子 因为顺服未得救的丈夫 而做错不符合圣经的事情 所以我们的顺服不是麻木的 我们的顺服要根据圣经的教导 这个很清楚 好 给了这个顺服的定义过后 我们来看 先看妻子的责任 那到底妻子的责任是什么呢 首先 从刚才所读的经节 我们看到 妻子的经节的责任是 要尊重你的丈夫 丈夫都听不到 你们应该说Amen 不是姐妹说 应该是先生说 我再重复一下 妻子的责任是尊重你的丈夫 只有Henry说 我再重复一下 把这个经节再读过一面 因为我们没有荧幕的万诞编 那以福所述的第五章 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说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委的头 他又是教委全体的救主 教委怎么样的顺服基督呢 妻子也要怎么样的 凡事的顺服丈夫 首先让我先对丈夫说 耶稣对妻子说的话 是与你无关 这段经文的大部分不受欢迎 尤其是论到妻子的 他们很少 我根本没有权利的向妻子 引用这个经文 告诉他的妻子说 你必须顺服他 或许争论中 没有比一段更能引述的经文 但这边我们也要明白 弟兄们我们要注意 丈夫告诉你的妻子要顺服 而取而代之的 保罗是单独的对丈夫和妻子说话 并要求他们每一个人 都要调整自己的态度 妻子从看见丈夫 顺服主就会学会顺服丈夫 我们人是这样的 我们有样学样 没样什么呢 走样 所以我们在家庭里面 我们要立下好的榜样 如果我们称为是基督徒的话 我们要先做先生的 我们要先学习的来顺服我们的主 如果妻子看不到先生来顺服主 他怎么样会要顺服先生呢 一个不爱主 一个不顺服主的男人 无权的期望 妻子来顺服他 所以最终 如果你的妻子不顺服你 可能你的错是因为你没有顺服基督 这段话不难理解 而在这个时代呢 也是很难的下眼 就是很难的吞下去 可是在现代生活中可能很难解决 但并不难以理解 那许多人将 以福所述的第五章二十二节的经文解释为 妻子要顺服先生 以致支持夫妻关系中所重要的决定 都是由丈夫来做主的观点 对吗 我们发现到有一些家庭 就是先生他们在掌权 他们认为说 我说了就算 根本没有和他太太做商量的遗地 可是亲爱的弟兄们 丈夫们 如果你没有征求妻子的意见的情况下 做出任何重要的决定 那你就是在自找麻烦 上帝没有把女人放在你的生活中 你这样的就可以复劣她 不给她参与 所以当我们讲到彼此顺服的时候 双方面要出出无私的原因 来做决定 而在这种当出现 好像分歧的时候 丈夫不会自动用有决定性的一票 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恶果的人可以同意另外一个人的选择 或者双方都可以同意地拒绝这一个决定 所以我希望在我们当中的家庭 我们如何重要的决定 我们都会好好地商讨 Amen吗 Amen 或者我们要这样的来继续地看 第三十三节 妻子 妻子 你的丈夫需要你的尊重 这边有丈夫吗 我再来重复一下 妻子们 你们要洗耳共听 你的丈夫需要你的尊重 有些时候 我在那些公共场所看到 有一些妻子讲到先生一文不值 对吗 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当妻子的要尊重我们的先生 什么是尊重 尊重的意思是说 只待人的一种态度 表现对别人的尊敬和重视 如果你有去查阅 就业的一位姐妹 她的名字叫Sala 不是Sala 是Sala Sara 如果你去查阅 创世彼得前书的第三章第六节的后半段 她说 像Sala听从亚伯拉罕 你知道她怎么样地去称呼她的先生吗 主啊 姐妹你的记忆力很好 她称她的先生为主 我们看到那些古代的戏 只有罗牧师看古代的戏 我们看到 太太非常地尊敬 她的先生 可是如果我们看原文 英文的签订版 它的意思是敬畏 翻译为 有一些是说 因为英文说fear fear好像如果我们直接的翻译的话是恐惧 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这样 这个意思说要尊重 我要告诉你 亲爱的姐妹们 如果你有先生的话 你要知道 你丈夫最需要的是你的尊重 听不懂 我再说一下 姐妹们 你先生最需要的是你对他的尊重 所以千万不要在你儿女面前批评你的先生 这老的 没有人的 有吗 不要这样做 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 没有人对丈夫的尊重 更重要 先生的 先生有在吗 不是老师的先生是做丈夫的先生 我要告诉你 如果你批评你会使到你的丈夫 产生了这个防御的心理 谦佩却会使他充满着活力 充满着动力 我们人是这样的 那个肯定的话语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当我们有人拍拍我们的肩膀 你做得好 我所称赞你一两句 你好像 对吗 男人的期望着需要他的妻子成为他最热情的支持者 所以有些时候 他有一些是健康的嗜好 你没有兴趣的 你还是要支持他 如果他打高额夫球的话 你陪伴着他了 除非他说 你不用来了 对吗 有些时候可能他是一个爱看祝球赛的 在世界杯的时候 你要陪他吗 九九一次了 不是每一场都陪他了 因为明天还要做工 对吧 还是有些时候 还是有些时候 尽我们的本能去陪他 亲爱的弟兄姐妹 爱的原因的其中一个就是 但是呢 肯定的话 对于他所做的一切呢 他比领薪水更认为他感到满足 其实需要呢 其实需要呢 乐意的去欣赏 他丈夫的 现状 Amen吗 Amen 姐妹要寻找 你可以欣赏你丈夫的事情 然后来告诉他 我们要彼此的欣赏 提醒一句 你开始称赞你的配偶之前 千万不要假装的 对吗 有些时候我们口是心非 我们讲的是这样 可是我们根本不是的 我们的真实性 人家看得到 不真诚的奉承 可能比沉默更有害 那丈夫们 爱妻子是你的责任 我认为有趣的呢 如果你有这样去研究 这整段经节呢 从与福所书五章 二十一到三十三节呢 只有三节半的经文 是专门讲述 妻子对丈夫的责任 你为家 现在你看不到 其实我昨天晚上用了两个小时半 去预备 非常好的 万灯片 可是今天 投影机说我要休息 可是你们可以回去 可以看看 过了两天 你可以从YouTube 可以看 我要告诉你 这个万灯片太过美了 给自己的称赞 所以你去研究的话 从与福所书五章 二十一到三十三节 有讲到 太太的责任 妻子的责任 只有三节 而向男人解释 论到他们先生的这个角色 总共你知道有多少节吗 有谁有 去研究过的 我要告诉你 我要告诉你 总共是 八节半到九节 我可能是想 我们男人有些时候 理解力比较慢 所以 需要重复的做 重复 姐妹没有说 Amen 有些时候 你叫你的先生 好像叫不动的 他一回家的时候 踩都不踩你就开电视 或者说他做一个动人 什么动呢 是 深山野岭的动 可是说在家里 哪里有动 如果你有去读到一本书的话 有一个非常婚姻的辅导 家他说 我们男子的动 就是躲在那个报纸的后面 可能我们的动 就是看电视 不管孩子什么事情 全部是 我的主犯婆负责 对吗 就是我的太太负责了 大大小小的事 不要再骚扰我 这是我现在的时间 我要看到底 今年2023年是谁赢得 世界足球的冠军 对吗 所以我们发觉到 从这段经节 给我们看到 丈夫有两种的模式 每一种模式都是说 正如 正如 或是好像 两方面 正如 基督爱教会 正如 如同爱自己的生子 所以主认识到 女人最伟大的需要是 感受到被爱 姐妹们有在吗 你们听到我讲什么吗 那姐妹们 女士们最需要的是 感受到被爱 Amen 所以在谈恋爱的时候呢 这完全不同的 那个感受 你容 你容我容 好 在这一段 我们讲的太太的这个责任 就讲到我们要尊重我们的先生 然后现在讲到 丈夫的责任 刚才我已经讲到有两个方面 就是 丈夫你要爱你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 也是听不到 丈夫你们要爱你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 Amen 姐妹应该更大声的讲 有些时候我们做先生的听不到 在以弗所述的5章25到27节说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要用水借着道 把教会洗净 成为圣洁 可以献给自己 做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的天污 皱纹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 没有瑕疵的 如果你要去研究的话 这个经节的每一个动词 都是 现在词 我们很多时候 当我们初恋的时候 或许我们在度蜜月的时候 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 我们都 彬彬有礼 昨天我讲到说 夫妻向敬如兵 对吗 亲爱的 我的 哈尼 我的蜜糖 有吗 我们都会用很漂亮的词语 可是久而久之 我们人是这样的 一旦我们失去那个新鲜感的时候 我们就 没有这样 客气了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 基督的时候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们很有礼貌 某某先生 某某女士 我们都有一个交代 或者说我们会 讲非常友善的词语 可是久而久之 我们就把对方当作是理所当然的 怪不得 怪不得 我们不再一次过去 我们不再一次过去 要问的是你现在 你现在还爱你的太太吗 你的眼睛是看谁 因为有一个姐妹跟我讲说 他的先生 他跟我出界的时候 他一直好像 那个 binocular 少来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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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很坦诚 很坦白的跟我讲 所以 你要看的不是别人的太太 也是别人的妻子 别人的丈夫 你要看的是你的先生 虽然没有以前这样 美 好像英俊 可是 圣经所强调的是我们内在的美 当然我不是说 你结了婚过后 你就劈头散发 对吗 有一些先生 我做辅导的 他跟我投诉 我现在的太太 不像以前 好像另外一个人 以前他很苗条的 现在 没有叫苗条了 以前他很整齐的 现在不大整齐了 所以亲爱的姐妹 如果你要赢得你的先生的心的话 也穿美一点 好吗 先生没有说Amen 你要你的太太穿美 还在穿得 破破烂烂呢 我们 做先生的我们 都很希望 这是我最漂亮的太太 这是我最漂亮的太太 很重要 所以 就像 自己爱自己的身体 男人也 义务都不断的爱他的妻子 所以 这种 耶稣为教会牺牲 那我们做先生的 我们也要学习的 为着我们的太太来牺牲 同样的 我们也是 会照顾我们的身体吗 有吗 你们有冲凉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问到你们的宝物了 对吗 我们都会很 很会照顾我们的身体 我们这五天在台湾 吃到饱饱 我们每天都吃 一直都吃 同样的 我们在新加坡 我们非常感恩 我们有很多东西吃 所以 这边告诉我们 继续的爱你的妻子的人 会继续的爱 他自己 我们每天都会 照顾自己的身体 保持干净 我们会吃得饱 所以 同样的 我们要以同样的这个心态 去爱我们的太太 正如你照顾你的身体一样 不单单如此 当我们讲到爱的时候 我们英文只有一个字 love 对吗 你爱你的宠物也是love 你爱你的 嗜好也是love 什么都是love 可是我们翻译到原文 这里的所讲的爱 是牺牲的爱 大家说牺牲的爱 是神对人的爱 是无条件的爱 对吗 以前刚刚结婚的时候 我们马上开门 The door open Ready can go in 他不会 所以他自己不会关 不会开 对吗 万末两人了 完全不同了 把对方当作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这里 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我们对我们的太太的爱 是 牺牲的爱 可以用这个招待 对吗 可以用这个招待吗 可以用这个招待吗 不可以用这个招待吗 这可以用这个招待吗 先生你可以把 最高的那个东西给我拿下来吗 不要啦 太麻烦了啦 不要啦 还是我们相反的 我要 我为你服务是一件我荣幸的事 对吗 所以男人需要努力的培养对妻子的热爱 我们当然要学习 尽管良好的身体关系 在任何的婚姻当中必要 但这事不是群部分 所以我们要明白到对方的身心灵 我非常感恩 我们在曹宇布有一对夫妇 下个月他们说我们要庆祝六十周年纪念 不简单 夫妻相聚能够彼此的容忍 不是容忍 彼此的相爱 六十年 我跟师父才四十年还是追不上 还有二十年跟他们学习 真的不简单 另外一点 我们做先生的要学习 先生是家庭的领导者 他拥有领导家庭的权利 我们先生听到 你看 不是说我No.1 你要听我的 对吗 那我所说的不是特权 而是责任 家庭或婚姻中 每一个问题 都是男人的责任 姐妹也听不懂 先生也听不懂 我说 每一个问题 家庭的每一个问题 是男人的责任 每一个问题都是男人的责任 而不是男人的错 很多时候我们做男人的 只想做 问题产生的时候 我们就抱怨 为什么 他就把这个责任推到我们的太太的身上 是你了 没有好好的管儿女了 现在变坏了 是你了 你这样疼 儿女 现在他们就不听话了 这个功课 我还在学习 真的不简单 所以亲爱的男士们 亲爱的弟兄们 你是家庭的领导者 你需要带领你的家庭 你需要好好地去处理 你的家庭 从基督对教会之爱的 相当崇高的画面 刚才我们提到 正如基督爱教会 愿意地去为教会而牺牲 同样的我们做先生的 我们也愿意地 乐意地 为着我们的太太 为着我们的儿女们 为着我们的家庭 而愿意地去牺牲 所以 这边不单单如此 也告诉我们 当我们爱我们的妻子 就如同我们爱我们的身体一样 那我们怎么样地去实际行动 去爱我们的太太呢 我们要鼓励她属灵的成长 如果你有查阅 29节的说 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 就好像保养 就好像保养自己的身体一样 保养的作用是什么呢 这个词的意思是说 使对方成熟 所以做先生的 做丈夫的 你要鼓励妻子的属灵成长 是你的职责 是我的职责 爱她 你要保护 也给她有一个安全感 如果妈妈在你面前 讲你的太太的 不好的 你做怎么反应呢 是咯 她是这样的咯 如果你这样的回答呢 你没有给你的太太带来保护 你都赞同 站在妈妈的立场 讲你太太的坏话 或是更糟糕的 在人面前 人家在批评你的太太 攻击你的太太的时候 你做什么反应 我是基督徒 我不敢开口 还是你挺身而出的 为着你的太太 保护你的太太 为她说话 这个很重要 这个功课 我要多多的学习 因为经节告诉我们 这个原文 是在生命纪的22章第6节 它说 珍惜 这好像一个母鸟 什么呢 珍惜它的幼鸟一样 你看 我们常常看那个画面 那些老鹰保护 保护那些小鹰 用两只枝旁的来保护着 这些小鸟 它所生的 那我们做先生的 也同样的 要以着这样的心态 去保护我们的太太 没有听到 我说 太太们 姐妹们 你们应该说Amen 我再说一次 你们做先生的 你们要像老鹰一样的 用你那两只枝旁的 保护着你的太太 感谢主 没有全部的人听到了 一般人听到了 我应该很满足了 还有男人 弟兄们 如果你想要你 妻子尊重了 你需要满足她生活的 五个基本的需求 让我来告诉你一下 姐妹的需要 太太的需要 你要对你的太太很热情 哎呀 很肉麻 我们是华人的 我们是中国人的 爱在心里就好了 不需要什么表示了 这边的提议说 我们要拥抱我们的太太 我看一下 有没有拥抱你太太 我只看到牵手而已 拥抱你的太太 也要 向她表示 不只是说爱在心里 圣经说 我断装起义了 我们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 是吗 我们常常说 如果你要接受者的话 你心里相信 你要开口地承认 那我就用这一句话了 如果你爱你的太太的话 你要开口地说 太太我爱你 听不到 太太我爱你 太大声了 对吗 你要跟你的太太谈话 不单单有热情 要谈话 向她询问她所过的一天 然后你要听 有吗 尤其是那些做家庭主妇的 没有去做工的 他们整天待在家里 他们对着是他们的儿女 对着是小婴孩 整天是家务 当先生回来的时候 他们开门 我曾经去过一个小组 我很敬佩这个家庭 太太一回来的时候 先生一回来的时候 先生就 帮忙先生拿公司包 帮她脱鞋 很棒啊这个 这个太太很棒 如果妻子是家庭主妇的话 她渴望 先生能够和她对话 跟她讲话 所以不要一回来就躲在你的洞里面 我刚才有讲的 你的洞就可能你的电视 这个洞就可能你那个报纸了 或者你的爱好 你要给你的太太有一点时间 让她 有些时候 她不是要你解决问题 她只是要你听一下而已 可能这个问题她已经解决了 可是她要你知道 她所付出的 你会发觉到很多时候 姐妹们 或者太太们 她们讲出来 她们就好像比较轻松了 如果把这个心思藏在心里面的话 要讲出来 没有讲出来 就闷闷不乐 还有 这个讲实际 不单单如此 你也是要给她有财务的安全 不要打花筒 一直开 一直开 没有计算 没有财政的预算 月尾还没有到的话 月头已经用完了这个薪水了 对吗 男人你的妻子 不应该为这生活必须品而担心 真的 我们要好好的处理 我们所拥有的 神给我们多少 我们赚了多少 我们不要一直耍卡 一直耍卡 等到月尾的时候 哎呀 钱不够用 对吗 所以我们要给我们的太太们 有一个安全感 然后呢 我们对我们的太太要诚实和开放 要和她保持联络 哇 尤其是那些出国的 哇 感谢主了 我太太没有跟着我一起来 今天我是自由生了 我做什么 我太太都不知道 可是太太不知道 可是神知道 因为有一天 你要在神面前交战 我们知道现在新加坡的 崇伤的 不知道她的崇伤的任何职业 很多都是要出国的 同意吗 你要给你的太太有一个安全感 告诉她 My dear I am now in Indonesia Jakarta 对吗 要跟她联系 今天我跟一个女人讲话 可是不是一个爱人 是公事公办的 我只说 你把这个女人介绍给你的太太认识 当我去台湾和这个姐妹辅导的时候 我马上放视频 我说师母 我正在和这个姐妹谈话 你看一下 不论的话 你跟女人讲话 还有单独的跟她讲 没有单独 而是在那个吃牛肉面 这个摊会 我不晓得师母看到牛肉面吗 那边永康的牛肉面很好吃的 台湾牛肉面永康 你们有机会的去那个牛肉摊 永康牛肉面 很好吃的 原本有一个更有名的 可是她说今天没有开 所以我就是选择第二的 排第二的就是永康牛肉面 所以我们做先生的 我们要给我们的太太有一个安全感 我很喜欢这个例子 叫做Bill Wright Bill Wright对不起 是Campus Crusade的创办人 他说如果我太太不在家 我不会允许任了一个姐妹进我的家 所以我们要活着好的榜样 我们要对我们的 太太要有一个安全感 给他们有个安全感 不单单如此 对家庭的承诺 用你的言语和行为 给你太太知道 你看中这个家 我们看到有一些人 他们忙着他们的事业 忙着他们的工作 把全部的责任 推给他们的太太 只是为了自己赚钱 负利了家庭 所以我们需要对我们的家庭 有一个承诺 我们非常感恩 我们新加坡政府看到 家庭是国家的基础 所以非常强调说我们要 去珍惜我们的家人 甚至设立了有Family Day 好 叫你能够带你的家人出去 我们以前 我们公务员 每个拜六都有做工的 可是现在公务员好像拜六 不用做工了 是吗 据我所知 当然我也知道有一些是做诗人的 你们一天24小时做不完的 所以我们要看重 给时间给我们的太太 当我们说先生的责任 先生要爱你们的太太的时候 我们需要给他们时间 不单单只是给钱而已 有一些先生说 我钱都给他了 我的卡也是给他用 有一些卡和钱是不能够取代的 我们要的是真实的人 我们要与他有交谈 与他有互动 所以总结我今天早上所要讲的 就是说我们要去检讨一下 今天我们做太太的 我是做丈夫的 我们的生活的中心是谁 当然第一是主 第二是我们的家人 那我们做先生的可否 我们有对我们的太太 有一个牺牲的爱 所以我们需要去评估一下 我们需要去调整一下 当可否我们的配偶 在我们的生命 是这样的优先的次序 还是我们把它们当作是理所当然 我刚才有提到了 要营造一个美满的分音 是要互动的 要彼此的努力 彼此的愿意的 与爱的来去接纳对方 尽管你结婚了有四十年 五十年 六十年 因为上帝创造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的想法 每一个人的做法都不同 可是在主里面 我们大家 彼此的学习来接纳 阿们吗 阿们的就站起来 我都发动了 我都发动了 快固费 所以我发动了 那么能够 不是每个人都发动了 我发动了